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 候選人李家超 獲得1416張有效支持票 當選第六屆行政長官 將忠誠地、堅毅地承擔歷史的使命 肩負重大的責任 團結和帶領740萬香港居民 同為香港開神騙 李家超說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必須堅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未來五年 香港進入由至極興的關鍵時刻 既充滿機遇 亦都充滿挑戰 第六屆行政長官 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亦都需要向香港特區負責 我會堅定地承擔這個重大的責任 敢於擔當 把握機遇 發揮所長 克服困難 引領大家向前邁進 我會堅定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地位 守住法治的核心價值 堅持底線思維 抵禦來自內外的威脅和破壞 保障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李家超又表示 會致力提升執行效能和管制能力 施政以解決市民的問題為首位 在在任期間 我會以變革精神 重點克服和解決最迫切、最關注的問題 包括土地房屋供應方面 要精簡程序 多管齊下 提速、提效和提量 要有力的措施去優化醫療的護理系統 多操併舉 創造青年的上流機遇 加快實施規劃建設關愛社會 讓廣大市民得益 新一屆政府 要利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 踏上經濟發展的快車 同時鞏固香港國際大都會的特質 發揮香港自由開放 聯通世界的優勢 營造更美好的投資環境 強化香港連接世界和內地 最直接的僑良作用 全面提升競爭力 李格超說 會馬上啟動組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 港納然能 用人為才 招攬有經驗 有能力 以成服務社會的人士 加入管治團隊 我多次提出 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之下 新一屆政府會和立法會進行探討 加強良性互動 使行政立法機關 多商議 多協作 共同解決社會問題 新一屆政府會以行動 爭取信心 以結果收窄分歧 以成績凝聚互信 齊心協力 建設一個更宜居 更開放 更和諧 一個充滿希望 機遇和活力的香港 今次選舉共有142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 投票率是97.74% 評論 質úsica 議員 公司